我把這一條線有沒有 這一條線 記得不要選錯 他有時候會干擾到 這一條線的端點 然後旋轉到幾度有沒有 新的角度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才是正確 135才對 所以說R Enter 然後呢 第一點就是選 線的下方 第二點就選 線的上方 那第三個就是給他角度 130 135 Enter 這樣子他才會剛剛好調整到 135度 好了以後這一條線呢 就完成這條線就不需要把它刪除掉就好了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部分做環形陣列 選取物件選他 Enter 環形陣列 中心點在哪裡呢 中心點這個地方比較麻煩一點 要追一下 這個四分點 往下 到 這個四分點 往 右 因為他會剛剛好在 兩個四分點的焦點上面 所以他 不是在 任一個 圓形上面 所以要追蹤一下 就在這裡 點一下就可以 好了以後的話 四個 按確定就好了 這樣的話有沒有 我們就做出 裡面的部分 那最後這邊有個 圓嘛 我們用切切半就可以做 做到 圓 切切半 切 切半徑的話是多少呢 25 Enter 然後把 裡面的部分 修剪掉 這個部分 把它修剪成 弧 那一樣這個 這個部分也可以用什麼呢 環形陣列再一次 把這個地方做 環形陣列 那中心點就不用再選了 按確定就好了 這邊就有四個出來了 好那最後呢 因為他這個 還會有一個外框有沒有 那這個外框的部分 偏移必須要偏移 10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外框 他是一個不連續的線段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這個外框的 周長算出來的話 我們有一個指令就是說 用BO 就是計算他的邊框 的 那個指令有沒有 那不過第一個要先把它圍起來 用矩形先把它圍起來 免得他到時候呢 在 指定 選取的 那個那個點的時候呢 他會跑到外面去 所以第一個先 給他一個矩形外框 框起來 第二個輸入什麼呢 BO的指令 Enter 會跳出這個建立 邊界建立的這個視窗有沒有 你就點一下 點選點 點一下 點哪裡呢 點這個 矩形跟 這個外邊的這個任一個部分 點一下就可以 好了 他就會幫我們把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矩形的部分跟那個他的邊框 都會被選取下 而且 會把他的外框的部分 變成一個聚合線 變成一個聚合線 好了之後的話 按一個Enter 再把這個矩形 刪掉 刪掉 刪掉就好了 那你會發現這個時候 外框 就會變成一個聚合線 這個跟之前做聚合線有點類似 只是說第一個要先畫一個矩形 把它框起來 第二個就是 輸入BO的指令 那再來我們就用 偏移的方式 偏移 偏移多少 10 Enter 然後把這個外框 點一下 往外 這樣子就會有個外框出來了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後面的部分很多都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如果你要把外框 變成一個聚合線的話 就可以用BO的指令 這地方要特別注意 好在這裡的話想你們試試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還有